第十三届主教会议在梵蒂冈举行 教宗主持第十三届主教会议的开幕弥撒 宣布St. John of Avila和St. Hindergard of Bingen为教会圣师 香港城市大学参与制作死海古卷的中文网页 台湾主教团颁布幸德年穆函 欢迎收看教会投视 我是你的主持钱璐林 第十三届主教会议自十月七日至二十八日在梵蒂冈举行 这次主教会议致力讨论基督信仰的新福传 会议中主教们将着重研究新福传的真谛 怎样去活出信仰 在生活中与基督相遇 怎样在基督内将我们聚集在一起 接受福音从而改变我们 在教会内过充满圣神的新生活 除了这个焦点议题外 会议还有几个重点 探讨世界的新挑战和改变 怎样影响我们的基督信仰团体 另外一个重点是相关的礼仪 目道和天主教的信礼传授 最后的探讨重点是牧林 特别是那些有关扶传的牧林工作 教宗本独委任汤汉淑姬主教为本次会议的主席 显示了教宗对中国教会的重视 教宗主持第十三届主教会议的开幕弥撒 在弥撒中教宗宣布 Saint John of Avila和Saint Hindgar of the Bingen为教会圣师 他们将会加入原先三十三位圣师的行列 作为我们学习的模范 Saint John of Avila是一位16世纪的西班牙神父 拥有卓越的讲道才能 他致力改革西班牙的神职人员生活方式 他的灵修著作广泛流传 Saint Hindgar of the Bingen是12世纪一位德国本都会的成员 他时常分享他在神世中所看见的事 他的灵修著作和圣乐创作广为人知 再看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 四名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参与制作死海古卷的中文网页 让全球各地的中文读者得以观赏这部最古老的圣经手抄本 由2011年开始 以色列博物馆死海古卷制成高写项的数码板 令经卷以清晰的图像呈现于网络世界 陈大的中文翻译语言系学生苏颖卫 马晓云 孟茜瑜 刘美宝 先后于2011年及2012年暑期前往以色列博物馆进行实习 负责翻译主页内容和相关的视频文件 他们是当时博物馆实习生之中仅有的亚洲人 博物馆的新媒体和网络部部长苏贞黑森博士 感谢他们的努力 他说没有成大同学的参与 中文版网页无法诞生 而这次的学习过程 令这些学生有机会以自信投入的态度 参与探索未知世界 传播知识造福社会 信德年于10月11日开始 教宗本独去年颁布宗座首谕信德之门 邀请信友积极参与这恩宠的一年 台湾主教团日前颁发信德年穆函 针对台湾教会与社会的现况与需求 提供方法重新唤醒教友对信仰内容的重视 鼓励各信仰团体踊跃落实创意性的庆祝方案 深化信仰方面的具体行动是阅读圣经 熟悉福音内容 研究信经 认识信经历史 在内化信仰方面 具体行动是参加信德年内的讲习会及毕竞活动 检讨自己的灵修生活 在静默中思考信仰问题 而在活化信仰方面 具体行动是向亲戚朋友们分享信德年的意义 促进唐区与邻居之间的互动 这次的教会会透视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下次再会